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王一斌 主任医师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普通与泌尿妇科 沈渡君 我结婚三年就是怀不上 医生说是盆腔炎 沈渡君 为啥得了盆腔炎肚子会痛呢 盆腔炎是个啥东东 盆腔炎那些凡人的症状都是咋来的 帅气与智慧的化身 科普界唯一指定男神深毒君 来也 盆腔炎机制片开播了 盆腔位于下腹部骨盆内 是女性内生殖器官及其周围组织的统称 其中包括子宫 输卵管和卵巢这样的生殖器官 盆腔腔膜附膜 还有子宫周围的一些组织 盆腔的这些组织器官搞出来的炎症 我们都叫做盆腔炎 盆腔炎其实是一组疾病的总称 包括子宫内膜炎 输卵管炎和卵巢炎等 神毒君 这里就一个一个的为你解读吧 卵巢炎走起 卵巢对于女性来讲 那是相当重要 主要功能有两个 一个是能产生和排除卵子 另一个是能分泌性激素 促进并维持女性性征的发育 卵巢位于子宫的后外侧 像两个小球球 左右各一 镜头拉近 卵巢表面有一层由纤维组织组成的膜 称卵巢白膜 切开卵巢 里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小泡泡 这就是卵炮了 再切开卵炮 能看到一粒圆溜溜的东东 它就是传说中的卵子 咱们先一起去看看卵巢是怎么工作的吧 一个青春期的小姑娘 卵巢里储备有大约30万个卵炮 这些小卵炮们 默默地在分泌着磁激素 熊激素 蕴激素等各种激素 每次来大姨妈之前 卵巢就会为排卵做准备工作 卵巢要在这些卵炮中选出一个长得最强壮的卵炮 我们称之为优势卵炮 优势卵炮的任务也很简单 那就是在合适的时机 将卵子送出卵巢 这就是排卵了 送走卵子后 优势卵炮只剩下一身空壳 医学上叫做黄体 黄体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它依然默默地分泌着磁 蕴等激素 卵子被送走后 如果遇到精子就怀孕咯 没有遇到精子的 那就要来大姨妈了 如此重要的卵巢要是发炎了 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呢 病原体入侵 大白镇压 卵巢炎症就这么来了 大白在剿灭病原体时 会释放出许多炎症因子 如果炎症因子刺激到了神经 下肤痛就来了 如果病原体过多 大白一时无法取胜 身体就会通过升温来提高大白的战斗力 发热症状就这么来了 炎症会对卵巢功能造成影响 此 蕴激素的分泌也有可能发生紊乱 引起月经不调 此外 卵巢炎还能搞出子宫肌炎 疏卵管炎 及盆腔浓肿 盆腔腔护膜炎这些妇科病 无耻到爆有没有 深毒菌 这卵巢炎和不蕴有啥关系 深毒菌掐指一算 这卵巢炎搞出不蕴至少有两招 第一招 不能排卵 卵巢炎会引起卵巢结构破坏 导致排卵障碍 炎症还会导致卵巢功能受到破坏 影响激素的正常分泌 导致卵泡异常 月经失调等 没有卵子的参与 还谈什么怀孕 第二招 邻居遭殃 卵巢和书卵管救助隔壁 炎症很可能会蔓延至书卵管 引发书卵管炎 书卵管在炎症的作件下 会导致书卵管狭窄或闭塞 这样一来 卵子下不来 精子上不去 卵子和精子根本没机会相遇 自然也就没法怀孕了 就算是绞性完成受精 形成了受精卵 也可能会因为书卵管不给力 导致受精卵无法顺利回到子宫灼床 而搞出宫外孕 申毒菌 我的男神呀 这子宫内膜炎 书卵管炎 卵巢炎 我是第一次弄明白了呀 不过 我还想知道 那些病原体能搞出盆腔炎 他们又是在溜进盆腔的 关于盆腔炎的发病原理 信息量大 带申毒菌回去整理思路 下集通通告诉你们可好 不见不散哟 摸摸哒 新枕脑梗前列腺 乳腺子宫内分泌 13大科室 上百个病种 尽在申毒视频 再新问诊 十几万公里医院医生 24小时待命 鸟回忧 预约挂号 全国医院任命挂 3w.申毒TV.com 申毒全P加TV 要关注哟